万万没想到 原来平日里教书育人的大学老师 出了学校竟也是社会最顶层的人物 就比如一大学生表示 以前的中才老师给我们讲长头根本就听不懂 结果老师就来了一句 听不懂真是太可惜了 我在外面讲一次课要两万五呢 还有一位学医的小哥哥也深表赞的 因为我的老师就是有名的神医 现在听课我都要竖起两只耳朵认真听讲 不然哪天离开学校 老师可就是我挂不起的专家号了 更有医学法律的小姐姐她老师也同样离 因为她的老师平日里很普通 表面上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刑法老师 可出了学校的大门她就是一个活颜王 每年都要审判好几百名死刑 好家伙 不止如此 还有一小姐姐表示 她的老师三天两头的请假 等知道原因后可把小姐姐惊讶得合不拢嘴 因为请假的原因竟是要去联合国开会 尿病 不过最炸裂的还得是下面这个 一位学高数的小姐姐说 自己老师上课几个月了就没见她带过课本 于是有的同学就越想越气 召集了几个人就去找校长告状了 怎料校长却表示 那课本就是你们老师出版的 我原来也是你们老师的学生 这还没完 还有一小姐姐说 自己的汉语言文学老师正在上着课 结果几个警察就跑进来了 一开始还以为老师犯了什么事情 没成想叔叔们却是来找自己老师帮忙破案的 看到这网友们再也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讲述起了自己大学老师的另一个身份 我们美术系老师画画从来不敢给学生盖他的章 因为他的画在外面好几万一章 盖了章害怕学生们拿出去卖了 我的体育老师有一次请假 可把全班同学开心坏了 怎料当晚在电视上面 就看到老师在那当足球裁判 初中班主任每天讲课就叙叙叨叨的 后来才知道 出了学校他是一小时两万的心理咨询师 当年学医的时候 跟班级同学因标准血压争论了起来 结果自己老师的一句话全班都安静了 那标准就是我定的 你们吵什么 然而看到这里就有网友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 既然自己的大学老师这么厉害 为什么还甘愿在学校赚一小时二十块的工资呢 很快就有位老师给出了答案 或许是因为情怀吧 因为在外面不会看到大学生这种清澈而又愚蠢的眼神